听学行走,文化感悟 听世界 这一场战争,从时间上来讲,是照顾人先挑起的 在公元前三五四年,先是赵成侯出兵进攻小魏国 攻取了河南的长环,富秋地区 大魏国是本着国际主义精神,出师有名去救小魏国的 战争从一开始就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 西面,秦国佬,魏央先生正在那搞变法呢 打心眼也希望魏国和赵国能打个两败俱伤 谁也别客气,最好魏国能损失多一些 别回过头有事没事来找秦国人的麻烦 影响秦国人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 而在东边,有一个人也默默地关注这一场战争 这个人就是孙并,他的心也提到嗓子眼了 这个世界一乱,自己就有机会啊 作为一个复仇分子和投机分子 一定得把握这一次稍纵即逝的机会 否则啊,想买后悔药都没出买去 战争一开始,庞娟就展示了他所向无敌 高人一等的指挥才华 在三梁大破赵国太子羽所率领的八万赵军 赵军损兵折将四万余人 魏军乘胜追击,禁逼赵国首都邯郸 赵羽大败而归 他老爸赵成侯撤掉他的兵权和太子的职位 让第二个儿子赵范率领八万士兵死守邯郸 邯郸顿时陷入危急之中 邯郸攻守的持久战开始了 跟随文人的脚步 听世界听世界 要专门抽时间和您讲讲邯郸这个地方 邯郸这两个字很生僻 单独一个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只有组合在一起才能代表这座城市 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到现在有三千年的历史文化 也是成语典故之乡 最出名的就是邯郸学部 在《庄子秋水》当中记载 且子独不闻夫寿陵与子之学行于邯郸于 未得国能又失其故行以 知仆福而归尔 话说有一个人到赵国邯郸去学习那里优雅的步伐 学着学着没能学会 还把自己原来走路的方式给忘了 结果最后只好趴着回家了 这就是邯郸学部的典故了 从字面上看很容易理解 邯郸不就是地名吗 在古书《水经柱》当中说 张燕所谓寒山 在东城下者也 曰丹 近也 成国从义 故家义 寒丹之名 盖旨 此以历称以 在另外一部古籍 《汉书柱》里也提到了张燕的这句话 这样理解就明白多了 寒就是山明 丹就是尽头的意思 邯郸就是在山脉的尽头发展起来的城市 但是在邯郸境内并没有一座被称为寒的山脉 在《水经柱》当中提及的山脉的位置 也看不到有什么山脉的存在 那么山在哪里呢 到了秦汉时期 邯郸这两个字的写法已经固定了 几千年以来没有任何的变化 一个城市居然能独享两个汉字 这两个汉字除了指代这个城市之外 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 这在全中国也是独一无二的 春秋战国时期 邯郸这个词写法有很多种 或写成甘丹 心甘情愿的甘 丹青的丹 或者写成是 或者是丹独的丹 从近代的考古出土文物来看 丹青的丹这种写法出现于战国时期 多建于货币或是兵器之上 在战国墓葬出土的陶器上 也有甘丹的字样 而邯郸的字样 建于侯马蒙书 侯马蒙书 以前写他也在故事里为您讲到过了 是当初赵检子 为了巩固自己在宗族内部的地位 举行的一系列的宗蒙的活动 这个蒙书里面写到了邯郸这两个字 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邯郸的韩字 变化只是在于它有没有一个右耳边 而丹字却一直在变化 在古时 同音字经常互用 不管是丹青的丹 亦或是丹独的丹 亦或是邯郸的丹 既然邯郸的韩字一直没怎么变化 而且它本意就代表一座山 那么我们只管去找这一座山好了 邯郸周边有很多的山 最高峰的名字叫紫山 紫色的紫 看出点意思没有 紫色的和丹青的丹字有共同点了吧 根据邯郸县地名制 提到说紫山实际是一座南北走向的红板岩高岗 海拔两百米 长约五千米 宽百米左右 当地人说 有时候能够看到紫山一带的山顶 笼罩一层淡红色的云雾 这就是山神显灵了 于是乎邯郸两个字 含义就出来了 邯也许就是指这一带的山 丹是个演化字 由丹青的丹演化而来 意思就是红色 不管怎么解释 邯郸始终是一座有文化内涵的 有着悠久历史的城市 后人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过咱们的话题才刚刚开始 大家最期待的新节目 谢涛有声历史剧 三国道明清已经正式上线了 用超过四千级的体量 从三国时期的天下三分 一直讲到明清两代 承包未来您十年的历史学习 只需要搜索谢涛 听谢涛 三国道明清等等等等关键词 或者点击谢涛听世界电台 都能找到 同时我们组建了新节目专辑的VIP社群 在群里我会与大家进行互动 各种福利优惠活动 都会最快在群里告知大家的 请扫码进入我们的VIP群吧 入群的二维码就在本期节目的声音简介当中 可以保存二维码 再在微信上扫码入群 这是最快捷的方法 当然也可以通过手动添加文史小助手 添加时请备注加入VIP群 微信号码是文史这两个字的全篇 W-E-N-S-H-I 后面再加303 加了以后他会拉您入群的 不过你懂的 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请务必耐心等待一下 那已经有很多的朋友 在群里等着你了 要不咱们约一下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 Ontario 떨thing out for more 感谢观看